有騎士和這個朋友騎這個重機 晚上十點半的時候 騎在這個南子路 還有騎乘路口附近 但是他這個重機有人 在騎車的時候還回頭跟他說話 沒有注意到這個前方的路況 因此是不小心插撞到 這個前方的機車騎士 重心不穩 他自己是摔下車 不過他自己所騎乘的重機 竟然也穩穩的往前騎 在沒有人騎乘駕駛的情況之下 竟然是還往前穿越了 一個十字路口 在這個中間也沒有被任何的 車子給撞到 根據了解這個重機車 是一路往前移動了大約五十公尺 而這個摔車的重機騎士 是立刻坐上了這個朋友的機車 往前把自己的重機給扶起來 而由於當時這個重機騎士 摔車的時候 看起來這個速度也不快 所以他自己本身 應該是受到輕傷 而被撞的騎士 看起來似乎也沒有受到影響 因此警方表示 並沒有接獲到任何報案 不過看看這個摔車的畫面 還是要提醒民眾 騎車得注意安全不要分心